南美洲秘魯近期是饱受通貨膨脹的苦惱 有不少难以接受燃油和物价飙充的农民和司机 在星期一发起了全国性示威 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置了路障 烧轮胎 也和警方爆发冲突 而且因为情势混乱 秘魯政府在五号宣布首都立马实施骚禁一天 朝大货车丢石头 放火烧毁收费站 焚烧轮胎当路障 南美洲秘魯 星期一度过火爆的一天 大批运输业者和农民 当地时间四号发起全国性示威 在首都立马等十二个地区 封锁多条道路 抗议政府对燃油 化肥等物价上涨 拿不出办法 民怨累积不是一天两天 秘魯去年就饱受通膨之苦 近来情况变得更糟 当地政府统计 秘魯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上涨百分之一点四八 达到百分之六点八二 涨幅是二十六年最高 涨到吃不消的农民跟卡车司机 上星期就开始用货车封路抗议 逼政府紧急宣布停征部分燃油税 并将每月最低工资提高约百分之十 但这些措施没有安抚到民众 这是针对农家出身的总统卡斯帝约 首度大规模抗议 当中不少人曾是死忠支持者 他的民调也调到只剩百分之二十五 示威最后演变成警民冲突 部分不肖人士则趁乱打劫 秘魯政府指出抗议一周至今 已有四人死亡 已派出军队巡逻 卡斯帝约则在五号深夜宣布 首都宵禁一天 以防暴力再升级 公事新闻率您编译